百家观赛团事实证明 世界杯惨败菲律宾的中国南兰 已经走上了另一条大道 网友热议一针见血地指出 南兰男足的全面溃败 是国内体育现状的最真实的体现 也许是参与人少 选拔机制 竞争氛围 市场运作等等因素导致的结果吧 随着信息化 智能化 数字化的发展进程 将来干活的人会大幅度减少 建议国家应大力发展体育产业 提高体育产业的就业比率 很多球迷觉得 之前有人死用王哲林野喷 这场不用野喷 我觉得一点问题也没有 一个球队每个位置都有主力和替补 当主力累了或状态不好的时候 难道换一个同位置问题有问题 大家仅看看钓鱼这一个项目就知道 上至钓具耳料市场 中间的钓场老板 钓鱼人 下至各类鱼儿市场 增加了多少就业人员 成就了多少钓鱼高手 网红达人 又拉动了多少GDP 条件的改善 已不是为了生活而活着 而是为了更愉快地活着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没有太大的生活压力 这也许是普通人 最渴望的一种生活模式吧 我们还是不能频繁换帅 不是乔帅的能力不行 而是良好的战术 必须要建立在沟通和执行 加信任上 王哲林前两场打得不好的时候 上大秋轮换没有问题吧 大秋上一场是全力发挥 且打出了很高水准 不上大王也没问题 这一场周旗商退 大秋一个人打三十多分钟 大王上一场休了一整场 这场即使换大秋下来 休息几分钟也没有问题吧 一天到晚的 算这算那的 就不算算自己几斤几两 和国族一样冲着冲那的 打铁还需自身硬 自己若是美国和阿根廷 还用算吗 没有郭艾伦和易建联 球队没有了精神支柱和核心球员 加上李凯尔乱了阵容 杨教虾指挥 对困难准备不足 输球则乱 球队人心涣散 崩溃百滥 我们后卫从来没有对方那种 杀进去禁区的决心 和拼命防守的状态 对方眼神都是有光的 所以别怪教练 为什么没有对大球轮换 所以这个老乔 不适合球迷赌气是什么 诚然 我们队员水平是不行 但是你这种教练 拿中国队的成绩和荣誉去赌气 战术执着死板 这种人还是有多远滚多远吧 男足和男篮感觉 就是训练强度太小了 说到底 就是联赛和国内篮球环境太舒适 自我感觉良好 从赵瑞第四节 防克拉克森 那不屑的表情就可以看出来 人家可以是涌动机 我们绝对拿不出 每节这样的强度来死亡防守 赵瑞那不屑的表情 我是真看猛了 说到底 我们每一届大赛都是达到最后解说 就在寒暄球员的体能问题 你们可是职业运动员啊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关注 创作路上感谢大家的陪伴 我会继续加油的